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耀 我們現在打禁忌之獄的八之獄 那因為這整關都是木啦 所以銀石這邊我們副隊長就改選那個星巴 這樣子的話 水才不會太多 好啊 龍科就幫我帶自己的武裝就好了 那主要也是萬事屋的神樂在輸出啊 因為整關都是火以外剩5% 很可怕齁 好來 第一關這邊八康 我們就先開星巴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抓著角色珠下來 停在對應的地方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的話其實不用擔心 打到神樂的時候那個傷害就會噴出去了 因為火以外剩5%嘛 正常打的就只有神樂而已 你就把他當成全隊都在睡覺啊 只有神樂在輸出齁 來 接著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的話可以稍微偷一下回合 你就動5部或以上 好 主要其實就只是把剛剛的星巴可以弄到跳回來 那是最好齁 好 這邊再偷一回合 好 注意不要手銷到木 因為你現在木珠是三銷的情況啊 那等一下的話我們就是開神樂 然後開那個 定村去武士這個拼圖 好 那要注意喔 兩顆黏在一起 記得去把它弄掉 阿你如果真的怕木珠有點太多 那怎麼辦 你就直接用星巴去把它插掉 也可以齁 好 那這邊就一樣 五部內送給他 好 主要是先殺掉中間啦齁 哇 這個掉的有點太多了齁 副隊長星巴的好處壞處都是這樣 來 這邊直接屠殺過去 好 不過他死掉會把你整版變成木齁 這邊也是稍微要注意的地方 好 來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再補一個星巴 因為我們現在帶著兩隻啦 你只要看到血量很低的話 你基本上補星巴都絕對沒事齁 好 然後這邊的話開銀石 然後選星巴版面 好 阿記得去把木珠格開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把這個天降 再加上追打 OK 我們就是講求一個穩啦 不然這樣子的話 對阿 如果五部內 然後天降不夠多 沒打死 我可能又要被罵 好 來 接著 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就不要去轉紅綠燈 然後我們去累積多消一點火珠齁 因為他這一隻受傷會反擊啦 所以我們就是先不要去打他 哇 這個天降 可怕齁 好 阿 你看到那個星巴有跳回來 你就可以去多戳一點這個火的直行齁 好啦 阿一樣就是不要打他 然後走五部或以上齁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 我們就 看一下齁 好 還有一隻星巴可以用齁 好 還有一隻星巴可以用齁 來 就把火多消一點齁 然後一樣 走五部或以上 好 這邊現在剩下四顆 好 那剩這四顆的話 我們現在要稍微擋死一下下了 好 可以看到 快撐不住了齁 近藤的作用就是在這邊啦 好 這邊你就可以稍微去回一下血了 好 因為這邊也是火以外會剩百分之五齁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也是要等那個星巴跳起來 然後再去進攻這樣子 好 那這邊的話就直接送給他啦 啾啾 再一次 好 這樣 五部 好 那這邊就是等下一樣靠著神樂A過去齁 火以外剩百分之五啊 很麻煩 好 來 接著二血 這邊一樣是角色珠 然後五部內就有無視固定連擊的選項齁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直接去走五部以內 來 把他無視掉就好了 這邊一樣再補個星巴 反正這邊你就三回合內把他帶走 不要再跟我說 紅綠燈可能會隔太遠 轉不到之類的 三回合內總有一回合你做得到這件事情吧 你就不用說 那個距離真的很遠 你就硬要去轉 你可以等他下一回合 阿再怎麼樣 也還有龍科可以延遲 阿你龍科開一開之後 過三回合 可能靜藤又跳回來 又可以擋死一次 過的方法很多啊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是一個落轉無效 那這邊的話就是 先去把守殺盾殺掉 好 這邊紅 有沒有 像這一回合 這個紅綠燈 隔超遠 啊 隔超遠也沒差啊 就是剛好做一個減CD的動作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把星巴去打開 好 打開之後就五部內送給他啦 好 左邊先殺死齁 那接著再殺右邊這樣子 好 阿這個是死掉整版變成問號啦 不過也沒事齁 好 來 這邊的話我想想 來 再用一次星巴 好 阿這邊角色珠抓著 好 阿就靠著神樂去A了齁 因為整關都是火以外剩5%啊 很麻煩 好 來 接著這一條血的話 他是中毒90%喔 然後一樣有一個火以外 弱攻 好 那這邊的話我想一下 來 這邊的話我們把龍科開下去 因為我的銀石現在變成雞 這個是有點 莫名其妙的東西啊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開增傷 好 神樂也打開 好 那這邊的話就直接 神樂也變啾啾了 好 回來 OK 好 龍科打開喔 那主要就是靠著神樂去輸出了 好 阿這邊把龍科分數吹高 好 阿這邊就直接靠神樂A過去 好 阿這邊就直接靠神樂A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喔 好 來 接著二血的話 好 阿這邊我們做一件事情啊 先去把銀石變回來 因為這邊要手銷全板 沒有銀石是做不到這件事情的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稍微去回個血喔 來 等一下我想一下 因為要讓星巴再跳回來 欸 星巴已經跳回來 你如果星巴沒跳回來就是回血 再做一次一樣動作 阿有跳回來我們就直接帶過去就好了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開星巴 然後隨便點 好 接著開銀石 然後選那個神樂版面吼 好 阿這邊的話就直接去把角色珠抓下來 然後停在對應的地方那就好了 這個真的隔得超級遠耶 好 OK 那這邊就一樣靠著神樂去輸出了吼 我們動了超多步啊 不過沒關係 神樂打過去完全沒有問題吼 好啦 以上這邊板田銀石通關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吼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稍微講一下 如果最後啊 這個滿版盾 你不是選擇神樂版面 你選星巴版面的話也OK 但是你要注意看一下你角色珠 被鎖的是哪一個吼 你不要抓下來結果沒有滿版 那會比較可惜一些些啊 好啦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撲